过去一个星期,从8月3日至7日这5个交易日,吉隆坡股市是热到爆炸 5个交易日有4天的交易量都破了记录 8月7日星期五达到了惊人的266亿股 8月4日的成交总值最高达到了104亿令吉 5天交易量达到了874亿股,成交总值达到了443亿令吉 而这两项数字是大马股市从未经历过的历史高位 而在炒风狂热之下,5天之内更是有多达17只股票涨停板 让投资者如痴如醉 股市的狂热程度似乎是已经到了惊人的疯狂程度了 那不管是富士吉隆坡综合指数KLCI 小型股指数Small Cap Market Index 还是公司规模更小的创业版指数ACE Index 自3月底以来都大幅跃升了 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大马交易所目前正处于技术牛市 那技术牛市的定义是 当指数从低位攀升超过20% 就是进入技术性牛市 根据MplusOnline研究主管刘李玉向8点4日报指出 吉隆坡综合指数KLCI从今年最低 1207点上涨到现在1570多点的位置 是已经大涨了超过30% 而如果看大马交易所小型股指数 它的涨势则是更为强劲 这个指数追踪除了市值最大的 100只股票之外的所有股项 也是散户们最喜欢投入的指数 它从最低点的7519点飙升了82% 如今是处在13600多点的位置 至于小型公司的创业版指数 更是热到爆 从3101的最低点是上涨了200% 涨到了现在的10300多点 所以不管从综合指数 小型股指数 还是创业版指数的增长来看 都在在显示 马股是牛气冲天啊 我们90年代的这个股市的那种风潮 要回来了 在40年里面都没有看过 这么疯狂的时候 大马股市近期好狂 简直就疯狂了 过去一个星期 成交量和成交额不断刷破记录 创新高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而且一直接着一只股票排队涨停板 散户和投资机构一起携手 创造股市高潮 此时此景让不少年纪烧涨的股民们 感觉似曾相似 好像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全民炒股的狂潮 我们很多年都已经没有再出现过 这种那么疯狂的局面 而且它很奇怪的事情 它竟然是在发生疫情 当大家都说 这个经济非常糟糕 生意就是哭哈哈的时候 竟然就是股市大暴涨的时候 现在处于以前那个年代的人 在93年的时候 在追牛市的状况 现在不只是每一个人问着 到底什么股为期 每一个人问的是讲着 到底哪一个会涨停板 它疯狂在于 整个股市的这个表现 讨向和经济的表现 走在两个不同的平行线上 因为股市本来就应该是 在经济非常好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未来的前景 充满期待 但是现在在经济表现的 不好的时候 却有这样的一种龙景 蓬勃的发展 如此的兴旺 所以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疯狂啊 虽然疯狂 但绝对真实 进来的马股正在走向大纽市 然而吊诡的是 牛市热潮 却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的 阴霾持续笼罩 这最不寻常的时刻 而这当中又是什么原因 在背后推动马股的暴力飙涨 如此疯狂呢 第一个就是流动性 基本上好像美国联储 就是Federal Reserve 不断的注入流动性 Liquidity 第二点呢 也是这个low interest rate的状态 就是低息的状态呢 基本上每个人都不愿意 把那个钱收在银行 他们觉得2-3%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钱呢 就拿出来 然后就投入这个股市 利息偏低嘛 现在1.75% 那是史上 我们有OPR隔夜利率 这个正是利息以来的最低点 而且要是如果经济表现 它下半年的复苏 它还没能够如意预期的话 那么可能 但还能够预期 利息还会再下掉多一次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底下 自然也是一个催化剂 让股票的这个价格不断上涨 而这一轮的马股狂潮 两位受访的经济学者和证券商 他们都认为 主要是散户积极进场参与 推动了这一回的马股暴力上涨 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指出 这一次的股市热潮 不像过往 有太多的外来投资者进场 反而是更多的散户的参与 才有这种底气和热度 因为如果是靠外来投资者 在推动马股的话 那马币理应也会应声大涨 马币的涨势应该会更高才对的 但是事实是 马币并没有因为这次的股市热潮 而大幅升值 而MplusOnline研究主管刘李玉 他则给出了数据指出 从今年初至今 散户在马股的占据率最低时 只有20% 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 散户在马股的占据率平均达到44.5% 而如果跟外资做比较的话 从年初至今 外资占据率最高曾经去到了19.3% 但是过去一个星期 外资在马股只占了11.3% 散户在马股的占据率是不断上升 那外资则是不断下降 以数据来看 目前马股主要是由散户在撑起焦头氛围 那好了 在目前散户都在疯狂进场的情况之下 马股泡沫 是不是已经进入爆破的倒数计时了呢 又或者说 马股还有潜力能够继续牛 而又能牛多久呢 上个星期涨停板Limit Up的风潮 能不能够延续到这一周 记得留守我们明天 马股狂潮的专题报道 来听听学者和证券商会怎么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